嘿啦,大家好,我是Pedia 今天要繼續給各位帶來幻獸帕魯 那現在在我面前的這個東西呢 就是空頭補給箱來自於物資空頭這一個事件 那這個箱子裡面有什麼呢? 裡面會有這種靈藥 這種靈藥會提升玩家的各項屬性值 比如說這個命脈靈藥 它就是拿來提升玩家生命值的藥物 那我們可以把這些東西全部都先回收進來 回收完之後呢 這一個空頭的物資箱就會消失 我們可以來看到這裡面呢 空頭箱會有一些其他的東西 像這種對於後期的玩家來講已經沒什麼用 但是這一款藥物呢一定會用到 更新之後 那我們可以把它吃掉 你的血量就會提升 那具體來講提升了多少呢 我們可以通過 洗點藥水然後強化屬性來看 前面是你用這個屬性點增加的 後面是你用靈藥增加的 那你可以看到我這裡已經加非常非常多了 奇怪你怎麼這麼多靈藥 等一下再來跟各位講是怎麼一回事 不過在那之前呢要先跟各位講 每一種屬性值呢最高最高 它就是提升到22加2850級 好不好 每一種屬性值都是這個樣子喔 那物資空頭還有另一種變體就是隕石 這兩種東西呢我統稱為空頭事件啦 所以你要等這個物資空頭 還不一定等得到 有的時候它就是一直給你掉隕石下來 你也沒辦法 也不說隕石事件不好啦 畢竟隕石事件帶有三隻 被隕石事件給獨佔的帕魯 只是我們今天的目標是拿到靈藥 所以出隕石就有點 不符合我們的目標 有點可惜 不過也沒什麼問題 因為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 就是你可以無限刷這一個 空頭事件 不管是隕石還是物資空頭 都一樣 你可以無限去刷這些事件 今天我就來跟各位講一個 通過調整系統時間 來不斷刷 這個 隕石 或者是物資空頭的方式 這邊就要開啟設定 然後點到日期和時間 那要找到設定日期與時間的地方呢 在這個Windows的設定裡面 可以找到 那如果你不清楚我在說什麼 你也可以用更簡單的方式 在右下角 看到時間的部分 點右鍵 會開啟一個選單 然後點擊調整日期 斜線時間 這樣子也可以進行設定 然後記得把自動設定時間給關掉 這樣子你才可以 手動設定日期和時間 我們就變更 然後我現在其實已經到7月9號了 我來自未來各位 主要是因為我前面已經刷好一段時間了 不管 那我們這邊就把這個時間呢 從我們現在下午一點嘛 往後移個3個小時 移到4點 應該是2到3個小時之間啦 用3個小時最保險 變更 有沒有 遊戲直接就開始出了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這遊戲的空頭掉落判定是根據你的系統時間 我們可以再往後跳 再往後跳3個小時 就再掉一個空頭 我們就去找這個空頭的位置 那我們空頭掉下來 直接把東西給收進來 就可以拿到靈藥了 你就可以不斷的通過調整系統時間 來讓這種事件不斷出現 只是它可能是隕石 有可能是這個空頭 要注意的是這個方法 會讓自己整個 更新之後的靈藥啊什麼的東西 都變得非常廉價 所以 如果你是想要慢慢體驗這些東西的話 就不要去使用吧 對 就不要去使用 那咱們今天的影片 就先到這裡做一個結束 那如果這部影片有幫助到你的話 還請不吝嗇幫我按下喜歡跟分享 因為對我真的非常重要 那如果你還想看到更多幻獸帕魯的系列 也請不要忘記按下那個訂閱 在影片推出之後 就會第一時間發通知給你 那就這樣子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比如說這個命脈靈藥 它就是提升生命值 比如說這個命脈靈藥 它就是提升 比如說這個命脈靈藥 比如說這個命脈靈藥 它就是提升 什麼的 誰啦 誰啦 那哪哪 那你做個命脈靈藥 非常貫靈藥